咖啡 生命就像咖啡 一种时间催炼的魔法 咖啡都磨成粉厚 透过水的温度与水流 都有关乎于咖啡的风味 有时苦涩 有时苦涩 有时微酸 或是带着微妙不同的花香 更甚至 偶尾的回甘 而我和我妻子细节 把生命都献给了咖啡 也希望自己活得 如咖啡口感那般的 层次丰富 要泡一杯接近费点的 96度咖啡 不简单 温度得掌控得恰到好处 才可以让人喝得 贴心 沉醉 像咖啡气味 飘散的爱恋 忽远忽近 总是不停上演 才碰面 又温热了想念 却闯失而不见 在犹豫不觉 感情的交接 有些感觉 是不是该冒险 好像会靠近你一点点 每一天 每一天 哇 时间过得真快 明天又是便宜了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 一起度过的圣诞节吗 当然记得 现在想起来还蛮好笑的 你还记得那年班长的那造型吗 Harry Potter 真是笑死人了 我还记得那年年的眼光 是一直瞄着我这个魔戒中的怪物 你有吗 有啊 你知不知道那时派对后 班长还跟我说 早知道就办得比我更恐怖 谁叫你魔高一丈 希望每年的圣诞节 都能跟你一起过 这有什么问题啊 除非我善失了施法的魔力 拍照 不要啦 我现在很邋遢 谁说的 在我心目中你是最漂亮的风景 你说怎么越来越恶心 在适当的时候说恶心的话 就像在咖啡里加糖一样 甜而不腻 来 准备好了没有 嗯哼 一 二 三 好 你怎么不吃 不好吃 我希望赶快天黑 为什么 我想知道 你看到我送给你的礼物 是什么表情 我更想知道 你会送我什么 对不起 你的礼物 我还没有准备好 真的假的 无所谓 有你每天陪着我 已经是最棒的礼物了 结婚越久 你越肉麻 如果肉麻是我们之间的 爱情小淘气 再多也无所谓 嗯 嗯 嗯 Zither Harp 头绪能终点 咖啡冲了第三十遍 彻夜未眠 想和你聊天 没人一遍 这也许是一种暗恋 来 查一下 Tirami是忘了拿 你先去快点 我回去拿 所有的感觉 苦涩带甜 一点一点满 小心点啊 像咖啡气味 高散的爱 Merry Christmas 明天才是圣诞节啊 不好 我等一下要出国了 先预祝嘛 给我来杯96度C 还有Tirami 不好意思啊 Tirami 还有等一下 不如你先点别的吧 我就要去机场了 恐怕等不到了 不如我回来 再过来吧 真的不好意思啊 没关系啦 拜拜 你陆顺风 拜拜 喂 医生 你伤口还痛吗 还有你没事 我真的很难想象 如果你 生日节快乐 猜猜看里面是什么 想不想猜开看看 咱们拍照吧 我牛蛋饿了 我去换金衣服 老板 Zither Harp 咖啡成了第三十遍 彻夜未眠 想和你的甜 没人一遍 这也许是一种暗恋 放你每句话写成标签 回味所有的感觉 苦涩带甜 一点一点蔓延 像咖啡气味 飘散的爱面 忽远忽近总是不停下来 哈喽 希克啊 徐先生 平时啊 都是徐太太来自己向我买花的 我好像好久没有见到她了 她最近身体比较不好 她没事吧 没事 没事就好 那你一个人要打理整家咖啡馆 好累吧 之前有她帮忙比较轻松点 是啊 就像我老公如果不在店里的时候 客人一多起来我也是瞒不过来的 早就给你太太买的薰衣草 是的 好 我去准备 对不起 小姐 走路除了用脚 还要用眼睛呢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 应该还不错吧 时薪蛮高的 工作环境看起来也不错 工作环境是不错 可是时薪有点低 会吗 这样算高了吧 可见你对我们这些辛苦打工族 应得的薪水和福利一点都不了解 好吧 那我们再找看看咯 好 给你一个机会 你有在咖啡打工过吗 没有 可是我吃东西很快的 那你喝咖啡吗 偶尔 我喝脊肉比较多 那你喝喝看 哪一杯是辣椒 哪一杯是卡布奇诺 怎么样 拍着出来吗 两杯都有加油奶 左边的奶味比较重 右边的咖啡味比较重 所以 你之前不是教过我 牛奶多的是辣椒 牛奶少的是卡布奇诺 对 喂 你朋友比你懂咖啡呀 他的外公是做咖啡豆贸易的 当然懂得比我多啊 不如来我这些工作吧 我没有要打工的打算 老板 你也太看不起人了吧 你给我个机会 我证明给你看 老板 请你聘完我同学 我会教他 老板 我们来了 老板 你好 这么早 时间还没到 我们今天提早下课 我就早点过来熟悉一下环境 可是你真正打扮是 很漂亮是吧 是这个季节最硬的服装 你知道你是来这里打工 泡咖啡不是来走秀的对吧 穿漂亮一点没有穿 这样可以帮你吸引多一点顾客 其实下次 穿简单一点 哦 那我们从哪里开始 开始 嗯 熟悉是需要时间来累积的 你慢慢做就会上手了 可是 是 这个位置 不开放 这只客马了 也一样 为什么 世界上哪有什么都为什么 你们先坐下来 时间到的再说 不好意思啊 我不知道你不喜欢人家碰你 不是不喜欢人 是不喜欢肮脏的男人 不是你的问题 是我自己怕跟男生太亲近 好嘞 老板 我来一杯 好 马上来 不是那个 那个 小声一点啦 现在你有机会去认识 你造色目想的男神 你不要啦 不要就没有机会了 快去 快去 先生 你要加水吗 我好没用啊 有没有带你的小声证 学生证 有啊 他要去厕所啦 待会把你的小声证 放进他的书里 为什么 因为要制造命运的安排啊 快去 怎么了 老板 老板 对不起 给你添麻烦了 不要放在心上 我真是笨手笨脚 我靠靠你 酒后会乱性 那在什么情况底下 会看得出一个人咖啡喝多啦 当那个人精神抖擞 开始灰烂语 不是 那当那个人无法入眠 牙齿皮肤甚至瞳孔 开始变成咖啡色 不是 那是什么 是当一个人把家里的宠物取名为 咖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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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哪家冷笑话 冷死 老板买单 不用啦 对不起啊 他们第一天上班还没上手 所以那杯咖啡 我请你喝 真的吗 那希望他们不要太快上手 林书婷 你的学生证 掉进我的书里了 好 雨昌 我先走了 等一下我打电话给你 好了 雨昌结束了 老板 对不起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你 可以再给我多次机会吗 机会 什么机会啊 那没事 算了 喂 你那位同学是不是选那个男生啊 你做那些事情是因为你要帮他 帮我朋友啊 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的啊 我 那明天同学时间见了 还有啊 好吗 那不是 有什么事吗 是的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